到台湾呢 有了前车之鉴 就是我们看到张明清的这个部分 所以整个维安部署在今天也出现了 相当罕见的这个变化 那么现在维京的部署呢 已经决定层级升高 升高到了特使级 所谓的特使级是什么呢 就是增加了国安人员 国安特勤人员要带长枪 要防弹背心组成防护的队形 可以说分内中外三层 层层的保护 那么整个维安程度拉到特使级之后 现在的状况 我们的内幕报道 11月3号 陈于林即将来台 担心张明清被推打事件再重演 维安部署将由国安局主导 警戒程度拉到特使等级 今年6月 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前往大陆 这趟两岸互信协商之旅 大陆官方就以特使等级 保护江炳坤 如今陈于林来台 维安规模将笔照办理 国安局规划 内卫区由国安特勤人员贴身保护陈于林 中卫区由中央警力部署 此派由保护特殊人士经验的警官来作证 万卫区交由辖区警方来阻断闹场民众 陈于林抵台当天 中正机场每个进出口都将被国安人员管制 保护陈于林的基本队形也被规划好 四人一组戴长枪防弹背心 国安随护组防护队形 只要有公开活动就跟在陈于林身边 陈于林出了机场将直奔台北原山饭店 国安行动组将沿路保护疏导交通 国道二号汇入中山高路口 也将被国安人员严格管制 到了原山饭店 内卫区照样由国安人员来负责 中卫区也就是原山饭店进出口 由辖区中山分局警力来规划 外卫区延伸到凯道 首页民众将由辖区中正一分局 保一警力 保四警力 以及保六警力来维持秩序 陈于林在台湾的公开活动 为了避免埋伏攻击 国安局将出动总统大选出动过的防弹车 来防堵狙击手 维安等级拉到最高 国安局不敢掉以轻心 就怕真的发生攻击事件 陈于林的人身安全 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这一期新闻解释书 郭阿琪 台报道 而我们现在来看